我们在听法之前,各位调整动机,为了利益一切的友情,希望早就获得无上的菩提一见的一颗心,也就是动机,来听今天综艺的课程。 好,请大家看到综艺宝马瑞第十四页。 第十四页的第二行。 因此承认四法应者,就是内道说综艺者的, 定义,四法应即诸行无常,有肉皆苦,一切法无我,即灭涅槃。 好,那这个呢,是宣说综艺者,宣说佛教综艺者的这个定义。 不是佛教徒的定义啊,你们要搞清楚佛教徒的定义和什么? 佛教徒的宣说综艺者的这个定义。 这个要分开。 佛教徒的宣说宣说佛教的宗艺者,它只有四个,就是四种。 什么? 就是宣说佛佛沙宗的宗艺者,或者是义偶部的宗艺者,或者是宣说维石派的宗艺,或者是宣说中观的宗艺者。 就是这样 有四种 没有其他的 宣说综艺者呢 他指的是一个人 一个人 那尤其是 他能够什么呢 就是依据经教 还有呢 这个什么 正念 来什么 能够自己建立一个 就是 能够建立一个什么呢 成佛的 这样的一个道路 那这个道路呢 就是首先是基 基位 道位 国位 这样有三种的这个方式来 他就是建立了一个 他自己的建立一个主张 所以能够建立 建立一个主张的 什么呢 建立一个人呢 就叫做什么 就是宣说综艺者 他自己能够建立 那然后也可以 什么呢 宣说个他人 别人 好 那这样的一个 所以这里呢 就是 宣说佛教的宗 宣说佛教的宗 谢谢你 就是 能够承认四法应的 这种人呢 叫做 任道说综艺者 综艺者 那 相反的呢 就是 不承认 四法应 那然后见的一个宣说宗义者 就是外道的外道说宗义者的这个定义 那这个四法义 四法义它指的是 诸行无产有漏皆苦 一切法无我 寂灭念盘 好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诸行无产 那这个行呢 有好几种的解释 在解释这个行的时候 我们要看 什么就是前后的 这个字连接起来解释 就是要看前后的字连接起来 那然后就看他 就是说明了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什么内容 所以呢 在藏文里面也是建的 这个露西 他的名字 这个呢 藏文用藏文来讲的话 就是 这个很多界 这个很多界呢 这个很多界呢 有好几种的这个解释 一般解释的时候 这个很多界呢 就是 会解释成 什么呢 有作用者 就是有作用者 就是有作用者 这个就是一般的解释 那五蜴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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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然后在这里的诸行无常的这个行 那诸行无常的行的意思呢 它是跟这个一样 有为法 就是有为 有 那然后为的意思呢 就是有作用 有作用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有什么呢 能生果的这样的作用 就叫做什么 有为 这个为呢 在字典里面 它会解释成 有功能 有作用 有为 所以跟这个行是一样的 一般解释成这样 所以呢 这个行呢 是跟为 有为 有为法是同意的 所以诸行的意思呢 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 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 那以有为的这个 有为法的定义呢 是堪为身住灭 那这样的法呢 就叫做有为法 这个是极节的一个解释 那然后有为的这个意思呢 还有另外的一个什么解释 那怎么解释呢 就是 因缘 众多的因缘 众多的因缘 而形成的 众多的因缘 而形成的 这样的法呢 又叫做什么 有为法 比如说种子 它是有为 为什么说有为呢 因为它是 有众多的因缘 而形成的 那同样的 苗雅也是一样 它是众多的因缘 而形成的 它的因不是只有 什么进取因 还有另外的一种因呢 就是 聚神缘 等等这样的 也有直接因 也有间接因 等等这样 所以众多的因缘 而形成就叫做什么呢 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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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然后这个无常呢 它的第一就是 刹那性 这个刹那呢 有两种的说法 第一种就是 小乘 小乘他们主张 刹那性的这个刹那呢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 在这个 一坛 实际的一坛的这个动作中 可以分为 65 刹那 65个刹那 那其中的一个刹那 就是这里指的 无常的 这个刹那性的这个刹那 就是一坛中 有一坛中的这个什么呢 活动 也就是在 建的 什么呢 嗯 一坛中的 它分为 什么呢 五十 六十六十五个刹那 那然后 其中的一个刹那 就叫做 刹那性的这个刹那 他们认为是建的 那然后 如果以大臣来讲的话呢 啊 大臣他们主张 一坛中就是有 可以分为 啊 什么呢 嗯 三百六十五个 这个刹那 那其中的一个刹那呢 就是这里面所谓的 刹那性的这个刹那 所以呢 它的时间的长短 是非常的短暂的 以大臣来讲 这个刹那性的刹那 是非常短暂 所以刹那有两种的 这个说法 刹那是有两种的说法 嗯 好 那然后呢 这个无常 嗯 无常呢 它的体性来讲的话 性向来讲的话 就是刹那性 那这就是它的现象 那以米相 的角度来解释的话 无常 就是啊 不断地在变化的意思 那这个呢 呃 无常呢 就有两种 可以分为两种 呃 它不是以小城 大城 间也分类的 一般 也就是说 不管是在小城 或者是在大城的宗派当中 都有两种 两种的无常 出分的 出分的 比如说 嗯 嗯 嗯 比如说 嗯 就是死无常 死无常呢 它是 呃 呃 这个 这个 出分的无常 为什么叫 出分呢 因为一般的 凡夫 也能够什么呢 呃 知道这个无常 知道这个无常 也就是说 人死掉 一般的人都会知道 这个就是死无常 人的死亡 它是一个无常 所以人的死亡呢 我们一般人都知道的 所以它是出分的 不用依靠什么 理路啊 或者是什么 等等件 我们直接都会知道的 那另外的一种 呃 无常呢 就是刚才讲的一样 刹那性 也就是说 呃 六十五个刹那之间 就是第一刹那 怀面的时候 不是第二刹那的时候 第一刹那不存在 第三刹那的时候 第二刹那它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在 呃 嗯 人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 它一直不断的在那个什么 啊 啊 生命 入 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 那个 生又灭 生又灭 就这样的 那灭的时候呢 这个生就不存在 生的时候呢 灭不存在 所以第二刹那的时候 第一刹那是不存在的 要了解这样的一个威胁的刹那的话呢 啊 就是必须要 嗯 什么呢 就是依靠这个正恋 依靠正恋 啊 才能生起什么 了解这个啊 这样的一种什么呢 啊 啊 啊 远无常的啊 这个恋 啊 这个恋才能生起这样的一种 比度恋 啊 所以这样的无常呢 威胁的无常就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了解的 没有办法了解的 没有办法了解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啊 啊 就是搭配 我们的生命来讲的话是这样的 那搭配外在的事物的话 比如说 啊 春夏秋冬 春天的时候 那冬天是不存在的 已经过去了嘛 所以这个呢 一般的人都会知道的 那冬天的时候呢 秋天它已经过去了 它不在了 这个呢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我们都看到的 知道的 这些呢 是一个什么 嗯 这个也是一个初分的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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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然后 比如说它 啊 啊 能练一个小时 或者是那这样的话 一个小时里面 它有几个刹那 那第二刹那的时候第一刹那不存在 第三刹那是第一刹那不存在 那这样的一个刹那性的变化的这个状态呢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 它是非常的威胁 非常的威胁 那然后 那然后外面的这个 这个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什么 凡子 凡子来讲的话呢 凡子上面 它可以 它可以 凡子的这个体系呢 它可以有 两种的无常 粗分的无常 和细分的无常 那细分的无常呢 一般 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的 比如说 我们看到的这个凡子 每一天都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呢 它不断的在变化当中 第二刹那的时候 第一刹那是已经过去了 第一刹那的时候 它的上面的第一刹那就已经过去了 就是在不断不断不断的生面住 就这样的一个变化当中 但这些呢 我们平常 没有办法了解 我们真的把它 我们呢 就会把它 这个凡子 把它执着为长法 它是永恒不变的一个建的 从早到晚 这个凡子 我们认为 它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呢 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 就是凡子 从早到晚 没有改变 没有变化 这样的概念呢 是一个什么 凡子 执凡子 长法的这样的一个颠倒心 它实际上 不断的在变化 但我们呢 把它认为是没有变化 这就是凡子上面的粗分的无常 不是细分的什么 不断的在变化 这个就是细分的无常 那然后 当有一天 当有一天这个房子 倒塌的时候 比如说地震或者是什么什么的缘故 它倒塌的时候 一刹那 它就倒塌了 我们看见它不在 这个时候的变化 这个时候的变化呢 就是粗分的变化 粗分的刹那性 这个呢 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的 能够知道的一个常法 无常 所以 每一个事物上面呢 都有 都可以分为什么 粗分的一个常法 还有呢 细分的常法 就是粗细 连种连种 刚才就是 内在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生命 生命上面 生命呢 生命这个无常 也有两种 第一粗分的无常 就是死亡 那细分的无常呢 我们在活着的时候 这个生命的 不断的在 实际上是不断的在变化 但是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 每一常呢 都在改变 这个改变就是细分的 好 无常呢 它的迷向的角度来解释的话 就是见的 就是外在的无常 内在的无常 然后粗分 细分的 见的 连种 好呢 然后我们连起来解释的话 诸行无常 诸行无常 诸行无常的意思呢 是什么 一切有违法都是无常 我们直接 我们直接 就是见解释的话 是这样的 就是 字面上解释的话 一切有违法都是无常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什么呢 诸行无常 诸行无常 那然后我们 随着 随着 因缘 而在改变 改变就是无常 所以说 所以说 这样一来呢 这个无常 它就变成了所成立的法 诸行呢 它就变成了它的能成立的因 就是道理 为什么会改变 因为 它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的生命 对不对 人的生命 是无常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有违法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前面的这个呢 就是因 道理 后面的这个呢 就是所成立的 我们要了解的 人的生命 它是无常 为什么 因为它是有违法 那这个呢 怎么解释呢 我们的生命呢 为什么会这样改变 因为我们的生命 它无缘无故的 它不会这样的变化 它是随着因缘的 就是随着因缘的 众多的因缘 而改变的 它不会无缘无故的改变 所以是这样的 那 初分的无常来讲的话呢 人的生命 我们人 为什么会死亡 因为人的生 人呢 它本来就是有生 所以呢 有死 所以生 就是死的因 因为有生 所以有死 现在死 这个呢就是无常 初分的无常 我们搭配这个 初分的无常的时候 是这样的 无常的这个 嗯 这个位置上呢 就我们把它 什么解释成死 那然后上面的这个 朱形呢 也就是生 对不对 众多的因缘而生 众多的因缘而生的缘故 我们就会死 好 那它的正面的解释 也是这样的 那然后呢 啊 这样讲 啊 它就 这个 四法音当中的第一个 诸形无常 啊 啊 就是 啊 啊 告诉 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告诉我们的 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 它就是因缘 随着这个因缘 不断的在改变 它不停的 就是像什么呢 初分的死亡这个方向 不停的在奔跑 而且呢 是跑得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 我们要珍惜时间 珍惜什么呢 就是趁着获得这个 想满的人生 珍惜时间 修学佛法 或者是 我们 要什么呢 啊 就是 嗯 不能放异 还有呢 就是 懈怠 想做的就是要该做 等等这 也就是说 时间不会等人 你必须要珍惜时间 不管是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或者是功课 或者是家务 或者是什么 等等 都不会等人 时间它会就过去 它会走到哪一个地方呢 终点 因为它生 那所以终点就是死 它会死 走到死亡的这个人 所以它告诉我们的就是 我们的生命 因为它就是因缘 因为它就是因缘 众多的因缘 随着众多的因缘在改变 不断的在改变 不断的在奔跑 奔跑到什么呢 朝这个死亡的方向 在跑 所以必须要珍惜时间 趁着获得狭门的人生 要必须什么呢 修学佛法 这就是它要告诉我们的这个重点 那然后呢 因为这个无常里面呢 就有什么 无常的意思就是改变 对不对 不断的在改变 不断的在变化 那这个变化呢 它无缘无故的不会变化 有一个因缘 而变化的 因缘而变化呢 就是有两种 一 有漏的因 而变化 五漏的因 而变化 所以呢 有漏的因 而变化的 一切法都是苦地 有漏皆苦 那如果是这样的在改变 不断的在变化 那要珍惜时间这样的话呢 为什么要珍惜时间呢 修学佛法 因为我们呢 因为我们呢 是在有漏的一个法的控制下面 就是 什么呢 受到了生 辛劳病 病死 这样的一个痛苦 所以 我们就要去珍惜时间 修学佛法 那这个有漏的 有漏的意思是什么呢 漏呢 漏呢 一般 藏文来讲呢 掉下去的意思 掉下去 比如说一个水 水桶里面的水 漏水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漏水的这个漏呢 就是水 往外面 就是漏出去嘛 那藏文来讲的话 漏呢 它就是掉下去的意思 那 掉到哪里呢 就是什么呢 繁导 掉到繁导里面 就是有漏 所以有漏呢 是指繁导 有漏就是指繁导 一般 小城来讲的话 小城 我说的这个小城的宗派呢 是什么 什么 这个 批婆沙宗 还有呢 友部 这两个宗派的角度而言 这个有漏 它指的是 烦恼帐 那 只有烦恼 那然后 维时派以上的 大臣 来讲的话呢 他们认为 有漏呢 有两种 第一 就是 掉到什么 反导的陷阱当中 第二 就罚 我指的这个陷阱当中 也就是说二战嘛 对不对 这个有漏呢 就有二战 反导战 和所知战 这两种 所以呢 反导的控制下面 所引申出来 也就是说 反导所引申出来的 一切的一切 都是苦地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苦地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那不是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有漏 有漏就是有两种啊 反导的 有漏 还有呢 反导战的有漏 所知战的有漏 就是有两种的有漏 一般是贱的 就是一般来讲的话是贱的 但是呢 我们 搭配那个什么 下层 就是小层的综艺的话 那只有 把这个有漏呢 只能解释成这个反导 好 那 那 因为 反导而引申出来的 因 产生的缘故 所以呢 它就是苦 所以这个苦呢 有三种 苦苦 坏苦 辛苦 不论是什么样的苦 不论是什么样的苦 都是烦恼 而引申出来的 所以它就是苦地 那 这个 有漏的相反呢 就是五漏 那当然 五漏的 法 而引申出来的 苦的这个相反呢 相对就是快乐 所以上面的这个五漏 有两种 改变呢 改变就是有两种嘛 对不对 有漏法而改变的 五漏法而改变的 因有漏法而改变的 都是什么呢 都是在什么呢 就是痛苦 因五漏法 比如说 五漏法呢 原空性的智慧 它就是一个五漏法 那 因为 不断地创习 原空性的智慧 我们的心 心 什么呢 心里面的烦恼 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的这样的减轻 消除 这就是一个什么改变 那这个就是呢 快乐 心里面的这个反导呢 就是越少越快乐 越少越快乐 透过五漏修行 而获得的这个快乐 是见的 所以无常 有两种 有漏的无常 五漏的无常 当中有漏的无常 而产生出来的 所有的 什么呢 苦 坏苦 辛苦 这些都是苦 弟弟子 那然后 两种的无常 当中 五漏的无常 而产生的 隐身出来的这个快乐呢 隐身出来的全部都是快乐 它就是快乐 那尤其呢 那尤其呢 这个最最最快乐的 也就是说 这个解脱 它就是快乐 快乐的一个果 好 所以呢 我们不享受痛苦的话 那必须要珍惜时间的意思 珍惜时间 这个无常 无常 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你要珍惜时间 生命 它不是永恒的 你不会在这个世界上 永远 不可能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可能永远活下去 是这个意思 因为呢 就是 怎么讲 可以这样说 从来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人 能这样活下去的 没有 因为生命 它就是无常 好 那如果 我们的这个 我们呢 是 陷入这个痛苦当中的话 那这个痛苦呢 就是 哪不能解决 哪不能解决 哪不能解决这个痛苦 那能不能解决这个痛苦呢 就要看 哪不能解决它的 痛苦的这个病 病 什么 它的因 比如说 能不能解决一个病的话 能不能治病的话呢 就是要看 能不能把它的病根治掉 如果 这个病根治掉的话 那这个病呢 它百分之百可以治掉的 比如说 如果 想要这棵树 完全让它消失的话 那 连根拔掉 那这样的话 它会什么呢 完全的会 就是 就是消失 所以 哪不哪解决 脱离这个苦呢 就要看哪不哪 断掉它的这个苦的根 那它根是什么呢 它的来源呢 就是有漏 有漏的意思就是说 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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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是来自于烦恼 烦恼 烦恼呢 六根本烦恼当中呢 最根本的就是无名 烦恼 烦恼 也就是我止 这个我止 烦恼 它本来是一个我止 所以呢 要解决这个我止的话 有没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那解决无名的这个办法呢 最好就是要修一切法无我 一切法无我 没有讲到其他的东西啊 就是要在这个轮回当中的什么呢 要脱离轮回的苦的话 那必须要修一切法无我 断出要想要断出烦恼 要获得什么呢 祭面念盘的话 那必须要修一切法无我 他没有说修菩提心 为什么呢 修菩提心不一定脱离苦海 不一定是能解脱的 如果只修菩提心大悲心 没有办法解脱这个力 什么 轮回的 所以呢 修菩提心的想要解脱的话 他必须要什么 这个无我的这个智慧来主办 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 什么呢 解决这个 什么 我止 没有办法的 所以一切法无我 这个是一个道路 就是 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想要从轮回的苦 苦苦 怀苦 辛苦 见的三种的苦 然后呢有六种的苦 然后也有八种的苦 也就是在中世道里面讲到的苦地 就是修苦地的时候呢 就是要思维八种 六种 三种 对不对 就是要从这些里面呢 要解脱的话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修无我 一切法无我 你要了解这个无我的道理 你止哪 你止哪 就是什么呢 才哪 解脱 才哪解脱 是这样的 那然后 一切法无我呢 就是 慢慢地了解这个道理 那不断地去 然后 我们就去什么呢 听无我的这个什么 相关的 相关的一些 法 然后 所听到的这些呢 就是慢慢地去思维 那然后不断地去修行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对于这个无我呢 的了解 就是 就是要看你 我们就是对这个无我的这个了解 了解的程度 比如说 你的程度百分之百里面呢 就是 你了解到百分之二十的话 那这个我指 它就会什么 减轻百分之二十 那到一定的时候 就是百分之百的时候 那这个 什么呢 有我 也就是我指 它完全地会断除 那这个时候就叫做什么呢 那 那为什么要进行修呢 因为为了祭念念盘 祭面念盘 获得 祭面念盘 那这个念盘呢 那这个念盘呢 有连种 念盘有连种啊 连种的念盘时间 无语的念盘 就是有连种 有连种 有连种 有余的念盘呢 就是指 比如说一个阿罗 怎么讲 有余的念盘呢 就是在指 断除烦恼 但还没有 什么呢 还没有断除 这个烦恼 所隐身的有漏的这个 运体 有漏的运体 就是剩下的这个 那这样的 不特切罗的 念盘呢 就叫做 有余念盘 比如说 念盘有两种 同样的阿罗汉也有两种 有余的阿罗汉 无语的阿罗汉 有余的阿罗汉 有余的阿罗汉 就是指 断除烦恼 但还没有 什么呢 不是 不能说没有 断除了烦恼 但是 还剩下 什么呢 有漏的这个运体 没有解决 那这样的阿罗汉呢 他的相续中的这个 念盘呢 就叫做 有余念盘 那当这样的阿罗汉呢 他死亡的时候 死亡的时候 再也没有什么 会投身到这个什么 轮回啊 对他来说 是最后的轮回 那当他死亡的时候 那不仅是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呢 任何的这个烦恼 而且有漏的这个运体 也离开了 脱离了 脱离了 不像现在我们的这个运体一样 不像现在我们的这个运体一样 就是有漏的问题 就是有漏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 就是特别的 就是特别的 转换成一身身 他有这样的能力 他有这样的能力 会转换成一身身 转换的时候 不是说他死掉的 他没有死 那他的本来的那个身体到哪里去呢 那这个答案呢 会见回答的 他的这个身体 不是离开了他的意识 如果离开的话 那那个见到的大神的菩萨 他会死掉嘛 对不对 我们死的定义是这样嘛 今生的这个 我们的意识 离开今生的运体的时候 就是死 死的定义是这样的 所以他 转换自己的这个身体 转换成一身身的时候 就是跟彩虹一样的 彩虹一样的这个身体的时候 他 没有把自己的这个身体 什么呢 没有离开这个身体 那这个身体呢 人家会见到 或者是不会见到呢 当然旁边的人 他不会见到这样的 一般的身体 他见到的是 就是一身身 那这个原来的身体到哪里去了呢 所以说 书里面呢 就是见回答的 见到的这个圣者 就是菩萨 他就是把原来的身体 因为他有什么呢 三摩地的这样 强烈的加持 就是加持后 把它隐藏在 就是把它隐藏了 对不对 不让其他的人看到 他现出了一个另外的 就是跟彩虹一样的 这样的身体 让其他的人看 意思就是说 并没有把原来的身体 就是离开 没有离开的 只不过是他 用三摩地的加持 隐藏起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的 一个特别的 那除此以外 没有获得什么呢 五余的阿罗汉之外呢 没有办法脱离我们的这个 什么 没有办法获得这个 一身身的 一身身 一身身 意就是意识的意 身呢 什么 产生的这个身 最后的这个 第二个身呢 身体的身 意思就是说 五露的意识 而产生出来的一个身体 修出来的一个身体 有些呢 是修的 有些呢 不用修的 比如说 有 有余的阿罗汉 他死亡的时候 他并没有修什么法 他自然而然的 就会获得什么呢 一个自身 什么 一身身 所以 念盘 有两种 念盘呢 有余的念盘 和无余的念盘 同样的 阿罗汉 也有 有余的阿罗汉 和无余的阿罗汉 有两种 那无余的意思就是说 不仅是 没有 没有 烦恼 连自己有 露的身体 就没有 留下 就是 没有的意思 无余 那这个时候 这样的 不特切罗呢 就叫做 五余的阿罗汉 他的念盘呢 相续当中的灭地 就是 五余的念盘 好 诸行 无常 一切有为法 都是无常的意思 那无常 分为两种 就是 有漏的无常 五漏的无常 有漏的无常 而生起来的 一切的一切呢 是五 都是古地 那相反的 五漏的无常 不断的去修行 我们去 什么呢 啊 这样的话 他所引生出来的 都是快乐 都是快乐 所以 我们可以说是 有漏皆苦 五漏皆乐 这样的 那如果呢 都是这样苦的话 那解决的办法 有什么呢 就是要修 一切法 无我 其他的没有什么的办法 因为 无我呢 它好像是一个 光明一样 有我 这个我指 它好像是一个 黑暗 所以我们想要消出黑暗的话 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光明 没有光的出现 黑暗它不会消失的 就是跟这个一样 那你哪 你构消什么呢 百分之多少的这个暗呢 就要看 光的这个强强弱 就是要强弱 那不管什么样的光 最弱的光 非常之微弱的这样的光 它也有一个什么呢 能消出 它 跟它什么呢 就是 就是 符合这个什么 它的能力的一个什么 就是这样的 暗 黑暗 它能消出一个黑暗的 那然后 那为什么要修这个呢 目的就是寂静念旁 目标就是所要获得念旁 也就是说解脱 所以呢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什么呢 圆满的道磁地 圆满的道磁地 好 那这个无我呢 就是有 我们 打陪小乘的时候 这个无我呢 就是不特切罗无我 不特切罗无我 那然后这个大乘来讲的话 有两种的无我 就是不特切罗无我 和法无我 就是有两种 所以呢 修不特切罗无我 他获得的这个念旁呢 就是小乘的念旁 修 法无我所获得的这个念旁呢 就是大乘的念旁 大乘的念旁呢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就是佛陀的这个 果位 佛陀的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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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然后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 嗯 无我 那小乘 这个四方 不是啊 一般无我里面呢 这个 不特切罗无我 它可以分为两种 俗分的不特切罗无我 细分的不特切罗无我 我们刚才讲的是两种对不对 法无我和不特切罗无我 那其中不特切罗无我可以分为两种 俗分的不特切罗无我 细分的不特切罗无我 俗分的不特切罗无我呢 是指 不特切罗 禅一自在空 也就是说 不特切罗 它不是禅一自在 不特切罗 禅一自在的我空 这就是什么呢 俗分的不特切罗无我 然后细分的呢 就是一般在讲的 这个不特切罗无我 也就是说 独立自主的无我 独立自主的无我呢 就是不特切罗 细分的不特切罗无我 那有这样的三种无我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首先呢 不特切罗无我 还有法无我 两种一般的 我不是在说 这个里面的无我 四法印当中的无我 我们 等一下再看 这个无我到底指的是什么我 所以一般呢 无我有两种 不特切罗无我 法无我就是两种 那其中 这个无我 不特切罗无我呢 又可以分为两种 苏分的不特切罗无我 细分的不特切罗无我 苏分的不特切罗无我 是指 不特切罗无禅一自在 就是禅一自在无空 细分的呢 独立自主的无我 不特切罗独立自主 就是没有独立自主 这个就是什么呢 细分的不特切罗无我 那这个三种无我当中呢 什么 四法印当中的这个无我 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不是法无我 也不是什么呢 细分的独立自主的无我 它指的是粗分的不特切罗无我 也就是说 禅一自在我空 禅一自在无我 这个就是四法印当中的这个无我 所以呢 四法印当中的这个一切法无我 所谓的这个无我 就是在指 禅一自在我空 一切法都是禅一自在我空 好 那接下来再继续念一下 如果有人责难说 独子不主张不特切罗我 所以不是内道的说中语者 答 没有过失 因为独子不所认同的我 是指独立自主的我 而四法印中的无我 是指长一自在我空 比五我 是正量不等 五派亦承认 嗯 好 那上面呢 就是自宗主张的这个 佛教的宣说中意者的这个定义呢 啊 啊 就是说 什么呢 承认四法印者 就是 宣说佛教的 佛教的宣说中意者 那 有一个 也就是说 那这样的话呢 对方就是 啊 他认为这样的这个定义是不对的 那 定义呢 他必须要具备什么 八周片 要具备八周片 定义 和他的名相 也就是说变成现象名相 现象名相 那当然他是同意嘛 那如果要八周片的话 那 宣说佛教的宣说佛教的中意者 一定要周片于什么 承认四法印者 那同样的承认四法印者 一定要什么 是 嗯 啊 佛教的宣说中意者 所以说必须要什么呢 要 具备什么 什么 两种的 什么就是八周片 就是八周片 所以他 对方呢 那就是他宗认为 这个定义是 不对的 为什么呢 他认为不周片 意思是说 宣说佛教的中意者 不一定是要承认四法印 所以他认为不周片 那他举的例子呢 他举出了一个例子 找出了一个例子啊 就是佛佛沙宗里面就是有十八部嘛 十八部当中的这个 嗯 嗯 正念派 有五部 比如说 一切所贵部 独子部 还有呢 善师部 法葬部 善道部 五种里面呢 这个独子部 他是宣说 什么呢 佛教的中意者 但他不承认 对方 也就是说他总认为 他根本不承认什么呢 四法印 四法印 那为什么他认为不承认四法印呢 他认为 这个独子部 他不承认一切法无我 所以他是这样反驳的 他是这样反驳的 意思就是说 那我们用辩论的这个方式来讲的话 那 就是他总呢 反驳就是自宗说 是这样说的 你的这个定义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现象不周骗明像 也就是说佛教的 不是 明像呢 他不周骗这个 你说的这个现象 比如说 怎么不周骗呢 就是宣说佛教的中意者的话 不一定是承认四法印 比如 独子部 提婆沙中的独子部 他是佛教的宣说中意者 但他不承认四法印 因为他不承认 一切法无我 所以他是见变类的 那这个时候呢 自宗是怎么回答的呢 没有过失 没有见的过失 那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你就是不知道这个什么四法印当中的这个 你把这个四法印当中的这个无我 主张成什么呢 认为是细分的这个无我 不特其乐无我 但自宗不认为 他是细分的不特其乐无我 四法印当中的一切法无我 所谓的一切法无我 是指的是一切法 都是什么呢 常依自在的我空 是这样的 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什么呢 过失 意思就是说 独子部呢 他虽然承认 什么有我 不特其乐有我 但是不承认 不特其乐常依自在有我 他承认的是什么呢 不特其乐常依自在无我 常依自在我空 所以这个定义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意思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呢 佛陀 跟有一些佛弟子 宣说佛法的时候 他就有讲到 一切法是有我的 因为当下呢 跟他说 不特其乐无我的话 那他没有办法接受的 下面的弟子他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呢 就是佛陀呢 就是跟他们说一切法都是有我 所以他们也认为是有我 所以他们认同是有我的 这个独子部 他是毗婆沙宗 他认为不特其乐是有我 跟他说不特其乐无我的话 他根本不同意的 他根本不同意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宣说忠义者的见解 有一些忠义者的见解呢 也有有我的这个见解 也就是说 不特其乐有我的见解 但是他们的见解呢 就是在于什么 一般来说是无我 为什么呢 就是常依自在的无我 他们认为常依自在无我 所以见解上来讲的话 是常依自在的无我的见解 不是不特其乐 独立自主的无我的见解 所以呢 因为独自不认同的我 因为独自不认同的我 是指独立自主的我 而不是四法印中 四法印中的我 为什么呢 四法印中的我呢 是指常依自在无空 比无我 是正念不等 五派已承认 好 那 至终的回答呢 是说 没有问题啊 独自不 他当然是宣说佛法的 佛教的宣说中意者 他也承认四法印 他承认的四法印呢 里面的一切法无我 指的不是不特其乐 不是指的独立自主的无我 指的是什么呢 常依自在的无我 所以他认同四法印 一切什么呢 诸行无常 有漏皆空 一切法 常依自在我空 寂灭念旁 所以没有问题的意思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有问题吗 等一下我可以问一下吗 那个 他说这辆布的五派已承认 那刚刚又说 皮膚砂增有十八部 那另外十三部不承认吗 他这样做法 对对 另外的那个十三部呢 他们不承认这个不特其乐有我 他们承认的是什么呢 不是他们不承认独立自主的我 他们承认的是独立自主的无我 也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十三部呢 他们既承认 他们既承认禅一自在的无我 也承认独立自主的无我 都承认 他们认为 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都是无我 所以说皮膚砂增里面的十八部当中 什么呢 什么呢 独自部 还有他们这个什么正念部的就是他们认为 一切法都不是独立自主的无我 一切法都不是独立自主的无我 我就是独立自主的 他们也认同 这样的见解 但是又说到了一个无我的这个法 四法因 那这个时候他们认同的这个法呢 一切法无我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禅意自在的我空 所以他们的这个见解的无我的见解是禅意自在的我空 不是独立自主的我空 那其他的 那其他的 比菩萨宗的其他的这个宗派 那然后有部派 以上的都认同什么呢 独立自主无我 其他同学有没有用意 我可以再问一下吗 那个成一自在的自在 跟独立自主的自主 不是同意吗 那他 既然两个是同意的 那为什么一个是 我承认有我 一个不承认有我 粗菲和细菲 当然是粗菲是简单一点 细菲呢 就是更深 有一点深 比禅意自在的我空还要深 深的这个无我呢 就叫做什么 独立自主的我 那这个禅意自在的无我的这个无我呢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以前 传给大家的那个 有一个 产医自在无空 有没有 那个资料还在吗 你们有保隋吗 在要找一下 好 找到了嗎 要解釋這個自在我空 常 自在沒有自在 要解釋這個自在的話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 什麼叫做自在 所以自在的意思就是說 所謂的這個我 你眼中的我 那 外道的中意者呢 他們認為 我們所謂的這個我 如果 它假立於我們的 運體的話 按例在運體上面的話 或者是 它跟運體 有 有 關聯關係的話 那麼 可以說是同體的相屬 就跟什麼呢 水融焦乳一樣 那這樣的話呢 當一個不得其裸 死亡的時候 那 運體就像 燈熄滅一樣 那 臉筒什麼呢 燈的這個序流 會完全的熄滅 那同樣 所謂的這個我 也會跟運體 同時是什麼呢 懷滅 就是斷滅 就是斷滅 所以呢 外道他們認為 所謂的這個我 所謂的這個我 根本 跟我們的這個運體是 沒有任何的關係的 沒有的任何關係 就像水和火一樣 沒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沒有任何的關係的話 那他們的距離呢 伯特切羅和他的武運 他的距離呢 沒有任何的關係 這個之間 所以就變成了什麼呢 伯特切羅 他是一個自在的 他的變化呢 不用關在任何的 他的存在 不用關在任何的這個運體 所以說自在 自在是這樣的 所以沒有這樣的情況的話呢 那就是無自在 自在無空 自在無空 也可以從另外的一個角度來解釋啊 因為他們認為 因為他們認為 不是這個 伯特切羅和運體 不是什麼呢 他們的關係 不是同體的關係 意思就是說 他們沒有任何的關係 那這樣的話呢 就變成了什麼 就變成了 體性意 再也不會是 體性意 就變成體性意 那體性意的空 就是殘疑自在 就是殘疑自在 我空裡面的這個我空 所以上次 我跟大家已經解釋過 四地當中的 什麼 不是啊 什麼 苦地上面的這個空 它有時候會解釋成 常意自在的我空 那 無我呢 當然是那個什麼 獨立自主的無我 所以 前面的空 是粗分的 無我 後面的無我呢 細分的無我 嗯 今天可以嗎 好像還不太了解 不太懂是嗎 那其他同學 有一位嗎 還有一位嗎 可是請問一下 所以這裡講的自在 是指說 就是 是補特切羅 我是 補特切羅是 不必關帶運體 所以它是 就說它是自在 自由自在 嗯 我們也會說自在嗎 我已經自由了 我們一般口語上來講 它是自由的 為什麼呢 沒有任何的人的控制下 它是自在 自由 可是 那 那 自主 就是獨立自主呢 那個自主 跟這個自在 是不一樣的 獨立自主和自在 有一點區別 要去除這個 要破除 不能說去除啊 現在應該要講破除 破除這個獨立自主的話 那首先我們要了解一下 獨立自主是 什麼意思 宗喀布大師在 嗯 聊不了什麼 上說 戰略中呢 嗯 就是 說 怎麼講的這個獨立自主 就是 主人 和 庸人 就是有主人 比如說 一家 在一個家裡面的 有主人和庸人 對不對 有兩個的話 主人 就是 控制了這個庸人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有一個什麼 這個主人 他就有一個 獨立 自主的見的一個 不用關戴任何的下人 他就是做主 一個家的主人 他說了算 就是見的一個 所以獨立自主的這個我呢 就是這樣解釋的 就像一家裡面的一個家庭裡面 有庸人和主人 時候這個主人的這個思想 他就是獨立自主的思想 什麼都他自己說了算 就這樣 那這個就是自己做主 獨立 自主 而不是自在 是自主 不是自在的 他必須要什麼呢 依靠下面的下人 用人 所以 他不認為是一個自在的 但是 什麼事情 在這個家裡面 他可以做主 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所以 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獨立自主的我呢 就是 什麼呢 做批喻的時候呢 就 那個臉色音音部裡面呢 就會 有這個來 什麼呢 做例子 所以我們的這個我呢 獨立自主的 因為我們一直 就是由這個 我 我指 所以我們的思想裡面呢 就有一個這樣的概念 什麼都是我自己 可以做主 一個家裡面的就是 可以做主的人一樣 老大一樣 就是 什麼呢 一個幫派裡面的老大一樣 就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呢 我們 就是 有一些人 跟我們 說一些不好聽的話的時候 比如說 折罵了這樣的話的時候 折罵自己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這個概念 我 他就來了 因為 我們的認為自己是老大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 他忍不住會生氣的 馬上會生氣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貪、稱、吃都是來自於這個我 獨立自主的我指 因為這個折罵它影響到了這個 然後呢 它會生氣 怎麼影響呢 為什麼會影響到它呢 因為它有一個這樣的 一個幫派裡面的老大一樣的概念 一個家裡裡面的一個 什麼都 什麼呢 一個人說的就是可以算的建立一個的概念 如果沒有這樣的概念的話 那人家責慢你 你也不會生氣 所以 所以斷出這個我指的話呢 就可以斷出貪、稱、痴、痴 所以什麼煩惱都沒有了 所以 什麼煩惱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要減輕的就是這個我 我指 我們 整天在說的這個我 我我 我的這個概念呢 能減輕多少就減輕多少 那這樣的話呢 就對於什麼 減輕這個貪、稱、痴、痴、痴 就是有什麼 有關係的 就是可以減輕、痴、痴、痴 那能夠減輕多少 或者百分之多少 那就要看 我們自己的能力嘛 對不對 這個強弱 好那還有一位嗎 所以這個有一點不一樣嘛 對不對 自在和自主 一個是他自有自在的 那然後一個是自主 他好像是 怎麼講 已經 他有一個什麼呢 控制人家的這樣的一個心 控制其他的這樣的一個心 一個概念 一個幫派 黑幫裡面的老大 我們有時候電視裡面可以看到 黑幫的老大他有什麼樣的概念呢 下面的人 說話什麼呢 不小心的話他就會生氣 為什麼這樣會容易生氣呢 所以他有什麼樣的 就是老大的概念 他以為是所有的下面的人都是他控制的 所以獨立自主 所以獨立自主 所以中科巴大師呢 把它解釋成什麼 這個我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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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概念 我們的 心裡面呢 每時每刻都有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 所謂的這個我 就是主要的 跟主人一樣的概念 幫派的老大一樣的概念 然後我們的運體呢 然後我們的運體呢 五運 就像下面的人 一樣 就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意思就是說 我也是 在控制所有的我的身體 掩蓋了 掩蓋了 掩蓋了所有的問題 掩蓋了所有的問題 所以我 不小心的時候呢 就是會 什麼 惹到了我們的這個我 這個時候他會生氣 我們可以去觀察一下 真的 我們去觀察 可以去觀察 我們生氣的時候 怎麼生氣的 對不對 這個時候有沒有我這個字 這樣的一個概念 他第一出現的就是這個我 然後馬上就來了這個生氣 會產生生氣的 如果沒有我的話 他根本 跑不出來一個什麼生氣 根本沒有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出來 就是 讓我們生氣的這個呢 就是已經惹到了這個我 所以他會生氣 好 那下一堂課呢 我們就開始上 皮菩薩中 那有時間的話 請你們預習 在拍手 好的 請便利 谢谢观看